下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压力表漏气的解决办法 压力表底部呢是跟法体连接的这个位置 主要漏气的话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呢先要把气瓶里面的气全部放完 按住二级舒适器的吸烟阀直至压力表归零 归零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用扳手夹住压力表的六角位置 扭松以后呢我们用手把压力表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有个密封圈 这个密封圈呢如果破损了啊 就导致这个压力表漏气 同样的办法 从我们的配件包里面 拿一个密封圈出来 将弄到小的 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装上去 下一步呢就是 把压力表 把压力表扭上我们的 法体 顺势针 最后呢用扳手 锁紧一下 就可以了 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冲气 检查一下 基本上我们放在水里面的话没有气泡冒出来 说明它已经是密封好的